西汉初年 面对北方匈奴的不断侵扰挑衅 意识到双方军力差异的汉王朝 一方面采取和亲的策略来应对 一方面又大力发展羊马 出台一系列措施和法律 将羊马上升为国家战略 以组建自己的骑兵队伍 那么以农耕为主的西汉帝国 靠什么组建自己的骑兵军团 与匈奴抗衡呢 到汉井第十期 大汉骑兵究竟发展到了什么程度 从汉阳陵出土的骑兵游上 我们又能找到什么线索了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 马永盈为您解读 系列节目 礼法寻踪汉阳陵 第三集 大汉铁记 这是一座历史二十八年建造完成的帝王陵墓 它是西汉第四位皇帝汉井帝刘起的地下王朝 两千多年后 令人惊叹的地下陶俑军团 庞大的陶宿动物群等陪葬品重现世间 他们究竟带有哪些历史信息 陵墓中的一切是否就是汉井帝地上生活的真实写照 汉井帝同志时期是西汉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 作为当时政治和社会生活的缩影 这个神秘的地下王朝能否为我们了解西汉初期的政治制度 公平礼俗以及法律规范打开另一扇窗口呢 阳陵考古队队长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马永盈 以考古发现为您再现一段鲜活的西汉历史 系列节目 礼法寻踪汉阳陵 敬请关注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汉井帝统治时期虽然经济发展了 社会附属了 但是和亲呢 仍然是对匈奴的主要政策 西汉王朝尽管隐忍退让 但是匈奴呢 却是得寸进尺 利用自己行动迅速的骑兵部队 不停的侵扰 抢掠西汉的边境地区 所以无论是汉高祖刘邦 吕后还是汉门帝 汉井帝 他们心里边都明白 一定要用和亲赢得的宝贵时间 建立起一支强大的骑兵部队 只有这样 才能真正解决匈奴的问题 在汉营帝扬营的南区外藏坑里边 我们就发现了很多的骑兵俑 这些骑兵俑呢 代表了文景时期的骑兵形象 虽然是按三分之一比例缩小的 但是看上去仍然栩栩如生 很有气势 我们前面讲了 汉阳灵发现的那些陶俑 都是着衣陶俑 也就是当时装着木质的胳膊 穿着真正的衣服 我们发现的这些陶俑 双腿弯曲分开 有点像练功时蹲马步的这个样子 他们的形象怎么这么奇怪呢 这是因为 当时他们胯下骑的是木马 这些木头雕刻的马呢 经过两千多年以后都已经腐朽了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 他们的形象呢 有点怪 从南区外藏坑的考古发掘来看 当时的军队仍然是步兵居多 这个时候呢 骑兵虽然取代春秋时候的主力兵种 车兵 发展成了一支很有规模的武装力量 但是他还没有成为当时的主力兵种 另外其他汉墓的考古发掘表明 当时骑兵配置的这个马具 非常的简陋 1965年 在陕西省咸阳市的杨家湾 发现了两座汉墓 专家们研究推测 牧主人很可能是西汉前妻的周伯 周雅夫夫子 周伯呢 是跟随刘邦征战的军事将来 后来还以太尉的身份粉碎了吕氏家族的叛乱 福利了汉文帝 周雅夫呢 更是在汉营第三年被任命为太尉 秦率大军 平息了七国之乱 这父子俩都做过西汉王朝的太尉 也就是汉朝军队的总司令 因此呢 杨家湾汉墓的外藏坑里就陪葬了2500多件兵马俑 这些兵马俑只有真人真马的四分之一大小 虽然这些陶俑呢体型较小 他们的塑造刻画可是唯妙唯肖 细致如微言 这些兵马俑里边啊 就有580多件骑兵俑了 这些骑兵俑一个个熊啾啾气昂昂 看着呢 君荣威武气势不凡 可是我们再仔细观察他们的马俑 竟然发现没有马鞍 也没有马凳 这些骑兵的屁股底下啊 就铺了块垫子 这马怎么骑啊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在一些影视作品中 经常能看到西汉时期的战争场面 战场上的骑兵脚踏马凳 骑在马上拼杀 身手非常矫健 但事实上 在2000多年前的西汉 根本就没有马凳 因为马凳在那时还没有出现 而像后世那样的高桥马鞍 也同样还没有出现 当时只不过是一块简单的垫子而已 想象一下 没有马凳 没有马鞍 骑马都不是件容易的事 何况作战或者长途奔袭呢 杨岭和杨家万汉墓中出土的骑兵都没有马凳 没有马凳的汉军骑兵 战斗力同后世相比是严重守线的 那么简陋的马具 是否同样影响匈奴骑兵的战斗力呢 那个时候啊 确实没有像我们现在用的高桥马鞍和马凳 那个高桥马鞍呢 就是前后两边翘起的这种马鞍 这个马鞍呢 是西汉末年或者东汉的时候才出现的 马凳呢 则更晚到了未进的时候才发明出来 高桥马鞍可以让人前后有个依靠 马凳可以稳定左右 没有这两样东西啊 人在马上是坐不稳的 很容易掉下来 因此当时的骑兵只能使用弓箭这种远头式武器 远远的射杀敌人 他们呢 根本不敢近距离与敌人厮杀 因为如果你骑着马到了步兵跟前 步兵根本不用跟你打 只需要挥舞着兵器 惊吓你的战马 那个马呢 就会本能的跳跃躲避 你就有可能被摔下来 摔下来之后 可就束手就擒了 这就限制了骑兵的作战方式了 大大影响了骑兵的战斗力 所以当时骑兵没有上升为主力兵 可是说到这儿 大家可能就会问了 那凶奴骑兵的马具和西汉骑兵的 是不是一样的 如果一样 为什么他们的战斗力就没有受到限制呢 关于这个问题啊 我们来看看当时人的说法 汉文帝的时候 朝措上书 谈到汉朝骑兵与匈奴骑兵的差距的时候 他说 上下山板出入西间 中国之马浮于也 显道轻则 且持且舍 中国之机浮于也 意思就是说呢 在复杂的地形中啊 汉朝的马不如匈奴的马 顺性强 在危险的环境下 一边跑马一边射箭 汉朝的骑兵 也不如匈奴的骑兵 本领高强 同样缺少马灯 为什么人家匈奴人就比汉人的骑射技艺高超呢 史记匈奴列传就记载匈奴人的习俗 他说匈奴人呢 儿能骑养 引工射鸟鼠 少长则射糊兔 用为石 势力能弯弓 尽为甲技 意思就是说 匈奴人年幼的时候就学着骑养 射杀小动物 随着年龄增长呢 他们又练习骑马 射杀狐狸和兔子等等 这些大一点的动物 等到成人之后呢 自然就训练出了高超的骑射技艺 这样一来呢 匈奴全国都是能争善战 素养很高的骑兵 所以说 要想建立一支强大的骑兵部队 一是要有优良的战马 二呢 要有善于骑射的士兵 那么这两个问题又该如何解决呢 汉初的时候 因为刚刚经历战乱 是马匹齐缺 实际就记载说呀 自天子不能聚君寺 而将相或称牛车 意思就是说 汉高祖刘邦 作为当时的皇上 他想找四匹同量颜色的马 来驾车都找不到 那些大臣呢 有的就只能坐牛车了 马就这样稀缺 你没有马 还谈什么发展骑兵啊 在发展骑兵这个问题上 同匈奴相比 汉王朝初期在各方面都处于烈士 这也促使西汉的统治者 不仅鼓励民间羊马 同时还动用国家力量 建设有先进技术的国家羊马厂 此外 针对羊马 他们还出台了一系列制度 以及专门的法律 这就是汉代非常重要 对后世业颇有影响的 马政建设 那么汉代的马政 包括哪些内容 收效又如何呢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 马永莹 继续为您解读 系列节目 礼法寻踪 汉阳岭 第三集 大汉铁记 所谓马政呢 就是政府对官用马匹的牧羊 训练 使用 和采购等等 这些方面的管理制度 而且当时 丞相萧和制定的九章律里边 还专门有一章 咎语 法律规定 盗马者死 就是说只要盗窃马的人 就被判处死刑 如果知情不报 也要受到惩罚 可见啊 当时汉代对马匹的管理 有着相当严厉的法律规定 旅后执政以后呢 曾经明令禁止母马 从关中外流 在湖北江陵张家山的一座汉墓里边 就发现了记载旅后时期 法律文件的主角 其中呢 就有不得把马匹 私自运到关外的法律规定 即使是政府官员 因公需要骑马 或者乘坐马车出入关的 也得严格登记 可见啊 当时对马匹管理之言 除了严控马匹流失之外呢 政府还积极鼓励民间养马 汉文帝的时候呢 大臣朝塑就提出 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 富足三人 他意思就是说 如果老百姓家里养一匹马 就可以免出三个人的兵役啊 很明显 与出门在外当兵服役相比啊 在家里边养马显然更具有吸引力 因此呢 这一个政策啊 就极大的提高了民间的养马积极性 在鼓励民间养马的同时 政府也直接养马 汉书就记载 汉景帝的时候 在秦朝北方边境 原有养马场的基础上 大规模的建立了国家养马场 到了汉景帝后期 仅国家养马场的马呢 就达到三十多万匹 而且都是一些耐力超强 适应北方环境的两马 巨马 汉朝政府的这一系列 刺激养马的法律和政策 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汉书就记载 说汉书经过六七十年的修养生息 到了汉武帝继位的时候啊 众鼠皆向有马 千末之间成群 就说乡间皆向到处都是马呀 田野上更是马匹成群呢 数量众多的马匹 为西汉骑兵的壮大 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础 在汉王朝通过实施马政来解决战马问题之后 擅长骑马征战的士兵又从何而来呢 汉阳陵外藏坑 惊陷面貌奇特的骑兵勇 高高的颧骨 明显与中原汉人不同 这种面容奇特的骑兵勇 为什么会和汉骑兵勇一起出现在阳陵的地下军阵当中呢 他们的出现 对于我们了解汉王朝如何组建骑兵军团 能提供什么线索呢 在汉阳陵的南区外藏坑 出土的这些骑马俑里边 我们发现了一些眼睛细长 颧骨高速 像扣了两个馒头一样的骑马俑 这些面部特征非常夸张的骑马俑 和有着显著汉民族特征的骑马俑 差异非常的大 很明显 那么他们是谁呢 他们又来自哪里 有的学者就研究认为 说是这些面部怪异的陶勇 是西汉的骑兵部队中的女骑兵 他们的根据 就说这些骑兵的面部 非常像老太太 我觉得这个事有点悬 因为让一个年老体衰的老太太 去当兵打仗 而且还是骑兵 实在是不尽情理 另外还有一部分学者研究认为 说是这些陶勇 应当是西汉骑兵部队里边 匈奴骑兵的形象 这就奇怪了 西汉的军队里边 怎么会有匈奴人呢 虽然经过多年的努力 汉王朝再也不缺马了 但是一支精良的骑兵部队 不是光有马就行 马背上的人才是决定因素 实际里边就有这样一段记载 说是西汉骑兵数十人 在北方边境地区 遇见了三个出来射雕的匈奴骑兵 这几十个汉军骑兵啊 就感觉到这下可是减着便宜了 这几十个人对付三个人 那还不是手到擒来啊 没想到啊 人家这个匈奴骑兵啊 非常厉害 他们很从容 张弓搭剑 而且是剑无须发 汉军骑兵 伤亡惨重 不一会儿就只剩下几个人了 大家看啊 这就是差距啊 我们注意 在这场遭遇战里边 既没有任何战术安排 也没有任何计谋 和什么天气啊 地形啊 什么这些都不占点 纯粹就是战斗素养的较量 同样是骑兵 对方三个人 轻松就干掉了这边几十个人 你没有习武之风的熏陶 没有飘汉 涌烈的氛围 没有中日骑马射猎的生活基础 又怎么能让人去期待 产生一支精良的骑兵部队 汉王朝政府就意识到了 农耕民族与从小擅长骑射的 游牧民族之间的巨大差异 所以在骑兵来源上就动了心思了 史书记载 说西汉的骑兵主要从西北的天水 隆西 安定 北地 上郡 西河 也就是咱们今天的甘肃 和陕西北部的郡县 选拔骑兵 这些地方的老百姓呢 和游牧民族比邻 休息战备高尚气力 以涉猎为先 就说他们的风俗习惯 个人技能 身体素质 都非常适合充当骑兵 汉代名将李广 李熙 光孙赫等人 都出自这些地区 我们上面讲到 几十名汉军骑兵 被三个匈奴人 不一会儿就射杀殆尽 就说 就杀的没几个人了 这个时候呢 非将军李广赶到了 这个形势呢 立刻就急转直下 当时那三位匈奴的射调英雄 跑都来不及了 被他三下五出二 就射死了脸 剩下的一个呢 也被活捉了回来 这是从汉族百姓中 选拔骑兵 另外呢 汉朝政府还直接 从游牧民族中 吸收兵员 充当骑兵 汉文帝的时候 朝措就曾经建议 因为投降汉朝的西容 同样是游牧民族 他们的习俗和匈奴 非常相近 因此呢 朝措就建议 把他们和汉朝骑兵混编起来 这样子呢 就会形成一支精良的队伍 汉领帝的时候 有很多匈奴人来投降汉朝 我们推测 西汉王朝既然能够把西容人 吸收进自己的骑兵队伍 那么肯定也会吸收这些投降的匈奴人 充当骑兵 到了汉武帝的时候 就设置了一个洪击校尉 专门管理由匈奴人组成的骑兵队伍 这种成建制的匈奴骑兵队伍的出现 绝非偶然 应当是前边就打下了基础 因此呢 我们认为 在汉阳林外藏坑里边 发现的那些全无高速 面貌奇特的骑兵 表现的正是汉王朝军队中 匈奴骑兵的形象 用原本敌对的匈奴人来充实自己的军队 提高战斗力 显示出了汉王朝博大的胸襟和开放的气度 正因为骑兵实力的壮大 为汉武帝反击匈奴 做好了军事上的准备 从汉初到汉井地统之时期 西汉王朝一直在立兵莫马积蓄力量 到了汉武帝时期 西汉王朝终于迎来了反击匈奴的时刻 除了两马和勇将之外 大汉骑兵还有什么原本就有的优势 可以作为制胜法宝呢 历经数十年努力组建的骑兵军团 能否在战场扬威 重塑大汉帝国的尊严呢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马永盈 继续为您解读 系列节目 礼法寻宗汉阳岭 第三集大汉铁记 看下来它不是一个单纯地理名 它实际上是一个 整个汉代社会全面的写照 它完整地把西汉中央集权的体制 变成一条一条的外墙坑 通过这个反映当时西汉整体的政治结构 文景时期的一个制度 应该是创造文景之质 或者创造汉代盛世的一个基础 汉景地应当说对文景之质贡献的 依然是非常突出的一个地方 今天我们在回望这个文景之质 虽然有很多可借鉴的地方 汉阳岭是一个标本 是研究利益制度的一个标本 社会结构 宫廷生活 社会发展的水平都展现出来了 考古发现和历史文献记载结合起来 重新认识汉代社会 到了汉武帝的时候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 终于在国力和军力上 都达到了抗击匈奴的条件 在汉武帝的手里 一支强大的汉族骑兵部队 最终成型了 这支部队不仅有数十万匹 品种优良的战马 而且还有精于骑射的士兵和战将 另外这支军队 还普遍配备了锋利的铁制武器 铁制武器可是西汉军队制胜的利器 在武器装备上 西汉占有绝对优势 当时匈奴军队使用的 绝大部分为青铜兵器 而汉军则配备了 更加坚韧锋利的铁制兵器 战国时期 中国的野铁技术 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 到了汉代 随着野铁锻造技术的发展和进步 铁制兵器更加成熟和普遍 这一点 汉阳林考古提供了实务证据 考古工作者发现 那些兵有的身边 除了铜族 鲁基之外 绝大部分为铁制兵器 有铁戟 铁锚 铁剑 铁足等等 现在一切都准备好了 战马 梁将 利器 再加上汉武帝的壮志 雄心 西汉王朝的这支骑兵军团 能否与马背上长大的匈奴骑兵 一举高下呢 汉武帝从元光二年开始发动反击匈奴的战争 这场反击战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漠南之战 汉军将魏清 公孙赫 李广等 率领四万汉军骑兵 将匈奴从河套以南地区赶了出去 后来呢 魏清又两次率领汉军骑兵十多万人 深入大漠 突袭匈奴 抓获了匈奴的右贤王的高级贵族 斩杀 俘获匈奴骑兵 部中数万人 第二个战略阶段呢 是河西之战 霍区平的率领汉军骑兵数万人 深入隆西匈奴地界 两千多里 一直打到了齐连山 大败匈奴骑兵 俘获匈奴三万多人 这次战役 肃清了位于甘肃青海的 河西走廊一带的匈奴势力 第三个阶段 是漠北之战 魏清霍区平率领汉军骑兵主力 24万人马横渡大漠 追击北朝的匈奴军队 匈奴禅云在大漠以北 组织精锐部队 夷带牢 打算与汉军决战 魏清这个时候就抓住战机 立即调整战略 命令主力骑兵呢 迂回到匈奴军营的两翼 打算围奸禅云 匈奴禅云一看大势不好 急忙带领几百精锐骑兵士 向西北突围而去 当时啊 这个残余呢 狼狈的都找不着自己的马 找不着自己的车了 慌乱中 坐着六匹骡子拉的车就跑了 霍区平呢 则率军深入墨尾 与匈奴的左贤王的部队遭遇 经过激战 左贤王大败而逃 汉军斩杀 俘获匈奴七万余人 霍区平的部队呢 还一直追到了贝加尔胡一带 经过这次决战 匈奴从此一蹶不振 再也不敢到大漠以南来了 经过这三个战略阶段 汉朝是控制了北方和西北大片的领土 而且解除了长久以来匈奴的军事威胁 也结束了汉朝对外屈辱的政策 汉武帝之所以能够成功 与汉朝骑兵的发展壮大密不可分 其实从汉代骑兵军团的发展壮大来看 西汉统治者以战略的眼光 发展经济和军事力量的轨迹 审时夺势 不屑一击之分 不成一时之能 尽可能保持国内稳定的社会环境 争取时间壮大势力 好 感谢您收看这期节目 我们今天就到这 明天再见 明天再见